港铁合约编号830 广深港高速铁路香港段 轨道及接触网系统 MTRC830是由香港九龙 连接中国高速铁路香港段的轨道 与架空线的建造工程 全长26公里 在地底30到40米深 双孔单线隧道运行 引用中国国家高铁标准设计 并依照BSEN标准建造 整个工程设有旺角 南昌 葵冲 石蔭 八香 石缸 大江部 及米部等8个通风流 及石缸紧急救援柱 可供建筑材料进入地底隧道 其中最长距离的建筑材料投入口 是石缸至石蔭段 全长8公里 高速铁路轨道香港段 是主要由双块式轨枕 钢轨构件 钢轨 道叉 及其他附属材料 及零件组成的无道渣轨道 整个工程最困难之处 是在于隧道中最远的材料运送路程 及运营土销置距离长达8公里 因此工程使用了施工火车 与特别开发的运送车辆 让运送及销置工序可以顺利进行 工程中 施工团队需将8000吨的18米钢轨 调运至地底刊接基地 利用火花焊接 将其焊成500米的长焊钢轨后 运送至指定位置等待安装 9000件双块式轨枕及扣件 运送至指定地点 依照0.65米间距铺切 由长焊钢轨及双块式轨枕组成轨框 然后每隔三斤轨枕 安装一组支撑转軸 以固定轨框及微调轨道高度 并使用CPV精密测量系统调整 精准地控制轨道线型 只符合规范要求的2毫米 最后 销置运营土形成永久轨道 高铁轨道香港段 经过精密的建筑工序 以分断方式逐步完成 连接国家高铁网络 经福田高铁站 通往全国各个主要城市 令两地之间的交通更为便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